有这样的一个皇帝 无心朝政却对木雕情有独钟 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木匠皇帝朱小修 明朝年间 东厂势力嚣张 百姓宝经宦官摧残 朱小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登基称帝 可是皇帝年幼 朝中每日繁琐的国事 令他苦不堪言 相反却更喜爱研究木工 朱小修造出了一个能飞的风筝 风筝带着他飞出了皇宫 也遇到了他此生的挚爱 然而朱小修的第一次飞行并不顺利 在路上 他差点就撞到了采药的叶敏 他怕会误伤姑娘 干脆抱起叶敏 两人一起飞向远方 朱小修本以为姑娘会生气于自己的冒犯 没想到叶敏并没有生气 还对此心起不已 自此 叶敏就住进了朱小修的心中 日日挂念 第二次和叶敏相见 是在朱小修的娱乐园里 叶敏以为他只是一个普通木匠 但却对他的手艺大家赞赏 朱小修自觉才华中或赏识 高兴不已 叶敏的一句喜欢彩虹 让朱小修记了一辈子 从那以后 朱小修天天为彩虹调色 私下里又托好友赵正 帮忙寻找叶敏 为了找到心上人 朱小修每天都在大街上留意采药的人群 却始终无果 又听赵正说起 女孩子都喜欢鲜花和落日 朱小修一边采花 一边畅想着和叶敏约会的场景 却没想到 他心心念念的采药姑娘 竟和赵正在一起了 看着如此甜蜜的两人 朱小修的心底一片滑凉 一边是对自己帮助良多的朋友 一边是日思夜想的心上人 朱小修根本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由于在三后 朱小修想烧掉为叶敏画好的彩虹 他终究无法做到和朋友争抢心上人 却没想到 叶敏会再次出现在他面前 虽然朱小修已决定放弃 可此时看着叶敏脸上的迷人笑意 一颗心又开始不受控制地沉沦 乳娘告诉他 他现在是万人之上的皇帝 想得到一个女人 其实很简单 思虑再三后 朱小修还是召见了叶敏 叶敏也终于得知 小木匠竟是当今皇上 一时震惊不已 朱小修只要有时间 总会偷溜出宫去看叶敏 只是当看到叶敏和赵正约会时 又会忍不住偷偷难过 就这样循环反复 终于有一天 赵正对叶敏感情的犹豫和怯弱 让朱小修重拾自信 暗地里偷偷地和赵正比较 天真的以为自己 若似好友一般武功高强 或许就能得到叶敏的芳心 为此 朱小修不顾朝臣的反对 决定修炼一把 被视作不祥的天怒剑 天怒剑法果然名不虚传 只是短短跃鱼 朱小修以小游所成 于是他约出赵正准备一时高下 朱小修自出生起 就不被人看中 即便他是先皇长子 好不容易有了个喜欢的姑娘 他当然想被肯定 只是他的这种行为 在叶敏眼中 完全就是幼稚可笑的 但朱小修还是不愿放弃叶敏 在赵正因朝中失利 丢下叶敏独自外出时 为了让叶敏开心 他可以连夜帮他的房子 刷成彩虹的颜色 也可以种下满院的天堂鸟 终于 叶敏在不知不觉中 慢慢开始 对朱小修动了心 朱小修每天除了忙于政务外 也会雕刻一些新奇的玩意儿 送给叶敏看到叶敏脸上的欣喜 他脸上的笑意 一时止不住 你愿意陪在这的身边吗 十里红妆 狼情惬意 叶敏被封为后 嫁入皇宫 朱小修终于得偿所愿 然而此时的明朝 早已内忧外患 内有宦官当权 外有敌军骚扰 朱小修和叶敏成婚后 越发的甜蜜 而叶敏也一直规劝朱小修 要清闲成员小人 但这却引起了宦官未尽中的不满 他担心如此下去 会影响到他全清朝野 于是便决定先铲除叶敏 第一步便是要挑拨小皇帝和叶敏的关系 未尽中特意安排 赵正和叶敏私下重逢 提前给叶敏下迷药 刚好让小皇帝撞破私情 又故意伪造朱门盖天下 不及赵家郎的诗句 让小皇帝看见 朱小修和叶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 但叶敏相信 总有一天朱小修会明白他的心 何况他已经有了他的孩子 然而事不随人愿 倭寇来犯 前线不少士兵染了瘟疫 未尽中趁机提议 请医术高超的皇后娘娘 前往前线解决燃眉之急 朱小修有过犹豫 但只要想起叶敏和赵正抱在一起的画面 还是点头同意了 然而叶敏却不怪他 他愿意为他分忧 也想给彼此一个冷静的空间 临走前 叶敏本以为朱小修会来送他 但等了许久也不见人 叶敏托父亲给朱小修送去 他亲手为他雕刻的人偶 但朱小修根本不见叶父 多日后 正当朱小修高兴于 叶敏已有身孕的消息时 却传来皇后先世的消息 原来魏晋忠为了已决后患 在混战中 派人一箭射中了叶敏 直至死去的那一刻 叶敏仍旧不怪朱小修 还请求赵正 一定要帮助皇帝稳定朝局 真来接你了 真来接你来了 敏儿 敏儿 敏儿